博洋上節目談中國竊各資爭議 舉例民眾透過VPN翻牆去看成人片 也可能洩露各資 強調在輿論戰中 搜集各資分析喜好再投放文章是基本路數 而許多著名假消息 都源自一家中國 無為科技 例如二零一八年散佈前北農總經理 吳英寧跟前總統府資政吳盛 被控坐領高薪 想藉此抨擊年改 或是二零一七年 林志津建案發包設弊案廠商 吳念真公司遭檢調搜索 都是假訊息 都出自對岸歡祥網 而背後就是無為科技經營 散佈手法都是從對岸製造假新聞 轉貼旗下的臉書社團 最後再擴散到青藍粉專等 他們建立在臺灣的粉專 然後散佈了二零二四這一次總統大選相關的爭議訊息 無為科技現在已改稱為無邊界科技 公司地點設在河北秦皇島 背後不排除官方相挺 二零二零年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到無邊界公司考察 另外像是有九萬人按讚臉書粉專經典語錄 也設在河北秦皇島 大選前不停力挺郭台銘 現在則多半攻擊民進黨 中國網路公司收集各資推播假訊息 再從社群蔓延手法變化萬千 核心目的還是要影響政治風向 三天七五 郭思文 郵日報 台北參謀島